很感动的师哥 我们敬拜的祖师敬拜 绝对错不了 我们今天很荣幸 我们已经再次请到 义丙心牧师 我想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在SRPC 我们那时候就请过他 大概一年半前吧 义丙心牧师是出生台湾 在就读大学受信主 1990年来美国念研究所 毕业后担任工程19年 2003在中华归族伯克莱 蒙神呼召 到了基督工程神学院就读 毕业后就在他们的母会 Berkeley母会服侍学生团契 和家庭团契 2016年他也被呼召到 Richmond食堂的事工 直到今天 师母 白美容师母 在1997年他们结婚 有两个孩子 很可爱的孩子 今天我们很荣幸 我们再次请到姨牧师 来到我们殿中 专讲神的话语 我就把时间交给他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也向网上的弟兄姐妹 向你们问安 非常感谢贵教会的邀请 让我今天能够再次的 能够跟大家来分享 我从神所领受的信息 但我非常感谢 看见李烈姐妹 在这里带领金白 她是我们十多年前 在伯克利教会的老朋友 看到她的服饰能够成长 我们心中非常的高兴 这一次当我在祷告中 来思想 今天的信息的时候 神就感动我 要把重点放在福音上面 并思想福音对于我们的意义 所以我想 不论是现场的弟兄姐妹 还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此刻 能够在这边聚集 其实都是因为福音的缘故 如果不是因为 我们已经接受了福音 或者是 虽然你还没有接受福音 但如果不是你的 基督徒的亲友的邀请的话 此刻 你应该是不会在这里 在礼拜天早上的这个时刻 我们可能 在家里面整理我们的后院 或者是 很悠哉地喝着咖啡 或者是陪伴家人 或者是出去shopping 但是不会在这里 福音要带给我们的 绝对不是习惯性的礼拜天 能够出现在这边聚会 罗马书第一章说 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 福音不仅是神的大能 福音还能够改变 许多人的生命 在历世历代以来 神已经如此做了 他还要继续这样子做 然而福音是需要 有人来传扬的 需要福音的使者 我还记得在大学时代 向我传福音的那位朋友 当我信主的年日 越久的时候 我就越从心中 感谢我那位朋友 当年向我传福音 因为世界上 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事物 能够和福音的价值来相比 我相信 在座的弟兄姐妹 或者在网上的弟兄姐妹 你们应该有同感 特别是你信主越久 我相信你这个感觉 一定会越深刻 但是很奇妙的是 上帝没有派天使来传福音 而是派许多的福音使者 例如保罗 来参与这个事工 所以保罗是我们的好榜样 因此今天 我就要借着罗马书 第一章一到六节的经文 和大家一起来思想 福音的本质 福音的意义 也让我们能够效法保罗 传福音的榜样 做个有生命的见证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朗读 我们今天的经文 罗马书第一章 一到六节的经文 兄们一起来同声朗读 请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这福音是神 从前借众先知 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论到他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 是从大魏后裔生的 按圣善的灵说 应从十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 是神的儿子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 并使徒的职份 在万国之中 叫人为他的名 幸福真道 其中也有你们 这蒙昭属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一起低头 做一个祷告 再来天父 我们再次来感谢你 今天早上聚集我们在这里 不论是在现场的 或者是线上的 我们一起 来预备我们的心 愿圣灵亲自来对我们说话 我们如此的感恩 祷告祈求 来自奉靠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从这段经文当中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思想 第一点 我想关于思想 福音使者的身份 还有使命 第一节这里说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首先上帝 不是让福音 自动地就传开了 他选择使用福音使者 保罗就质疑了 但是保罗在这里 一开始第一节那里说 他说我是 耶稣基督的仆人 仆人这个字 原文是 Dulos 这个意思不是指的那种 被聘请 然后有契约关系 保护的那种的仆人 那也不是志愿者 跟雇主的那种 临时性关系的那种的仆人 我们知道 自从二月份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有许多许多的国际志愿军 去了乌克兰 这些国际志愿军 和乌克兰政府的关系 是临时性的关系 但是保罗在这里 所说的 不是这种临时性的关系 Dulos 也不是指管家 也不是指 一种道义上 或者精神上的支持者 这里指的来是一种 永久的属于 主人的那种的仆人 他是主人的财产 他跟主人的关系 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只有当他死的时候 才能够终结 这种主仆的关系 这种仆人 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 主人想要做什么 那个就是 他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使徒保罗的头衔 就是这个Dulos 奴仆 其实今天的社会当中 我们都很 注重我们的头衔 我们的名片上 都希望有很多很多的头衔 头衔越多 好像我们的事业就越成功 影响力就越大 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在座的 回到两千多年前 保罗那个时代 如果你是保罗的话 你要写信给一个 许多人都不认识你的 这样的教会 我不知道罗马教会 是有一些不少人认识保罗的 不过我相信 大多数人可能都不知道保罗 也没见过保罗 那么你希望 他们能够重视 你说写给他们的信的时候 请问你会希望用什么样的 头衔 是不是用PhD 或者是CEO 或者是院士 或至少用一个福音专家 是不是这样子 比较有说服力 是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专家的时代 所以头衔对我们很重要 很有吸引力 但是保罗却不是这样子 保罗说他的身份是 耶稣基督的奴仆 当然保罗这么称呼自己 不是一个谦虚 他只不过是在陈述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 就是 耶稣基督的宝血 把他从魔鬼的诠释之下 买书回来 因为他的生命 不是属于他自己的 因此他当然的是 耶稣基督的奴仆 但这是保罗的第一身份 此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使徒 使徒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指那个被人所拆派 去执行某一个特定的使命的人 那保罗的任务 当然就是传扬神的福音 所以他是一个福音的使者 但是保罗这位福音使者 和中国古代的钦差大臣 宣扬圣子的人是不一样的 在古代宣扬圣子的钦差大臣 他可以不必去喜欢圣子的内容 他只要宣告就行了 他自己的生命 不需要和他所宣告的信息 有任何的关联 他只是一个messenger 但是保罗作为一个福音使者 他却不只是单单宣告一个信息 他的生命首先和他所要传达的 这个信息之间 已经结合在一起 在他传达这个信息之前 他自己已经先活出了 那个他所要传达福音要带给人 丰盛生命的那个见证 以至于他的宣讲是非常有力量 非常有感染力 非常有生命力的 我记得许多年以前 当我和师母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去百货公司里面 挑一个新的电锅 因为我以前是小电锅 现在结了婚了 要买个大的电锅 结果我们到了百货公司里面 那个销售员就给我们 推荐了一款日本做的电锅 价钱挺贵的 可是这销售员告诉我们说 他自己就是买了这个电锅 他觉得非常好用 他就开始跟我们分享 他的使用心得 他还说到了一个 根据他的经验 所领悟出来的一个 连说明书上都没有提到的 保养的技巧 所以他这个推荐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果然我们就买了那个电锅 一用就是15年 接近20年 我们才让他退休 真的很好用 类似的道理 保罗在这里 他所传扬的福音 不是一个他听来的事情 他是一个真正 他自己经历过的这个信息 保罗的生命 其实印证了 他所要传达的这个福音信息 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活的见证 那么这个福音信息 在保罗的身上 究竟产生多么大的改变呢 其实许多许多 我们看保罗的书信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的改变有多么的巨大 我就只分享其中的几点 第一点 我们就看到保罗原来是一个 极力逼迫教会的人 可是后来 他可以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士 就会为主殉道 一个为主殉道的人不是疯子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behind us 在哥林多前书九章那里 保罗也说 他说他是一个自由的人 无人管辖 但是他却为了主的缘故 他甘心地把自己 放在众人的奴仆的地位 为了要让更多人信主 他又说我是功课己身 叫声服我 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 我自己反而被弃绝了 这意味着保罗 他不让他自己 那个天然的喜好 天然的老我 来坐在自己生命中的 那个宝座上面 他是让主耶稣基督的旨意 来在他身上来成就 以至于别人可以得到这个福音的益处 这个是福音在保罗身上 所造成的一些改变 我是举出一些 两千多年前 保罗成为福音使者 他是先活出福音 然后再把福音传扬开来 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 我们的身份 其实跟保罗是相同的 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这是我们的第一身份 我记得湾区一位非常有名的医生 叫做罗玉康医生 我想在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 有一次他来我们教会 分享一个专题 他就提到 他的第一身份 就是基督徒 一身 是他的第二身份 他很清楚 身份的先后持续 我们也是这样子 我们的第一身份 耶稣基督的仆人 而我们的使命 其实和保罗是相同的 我们也是传扬神的福音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主耶稣的大使 然而作为一个福音使者 我们不能够像 钦差大臣那样子 宣告一个信息 宣告一个和我们没有 密切生命关系的信息 我们不能这样子 让我们要学习保罗的榜样 就是功课己身 教身福我的这个榜样 先活出福音 要表达的那个生命 来印证福音的真实性 一个被福音改变的生命 对传染的福音 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但这个生命的改变 不仅仅只是发生在 服饰当中而已 我认为在家庭里面 在家中 那是一个更好的操练 生命改变的场所 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 一个homework 请大家回家之后 来思想 来莫道 有什么地方 是我的家人 不管他信主了没有 是我的家人 希望从我的身上 看见一些好的改变 但是却还没有发生的这些改变 我的家人 希望从我的身上 看见哪些好的改变 但是却还没有再发生 或者是在功课己身方面 有没有什么我不愿意妥协的地方 以至于我在传扬福音的时候 我的福音缺少能力 就圣灵光照我们 也就神帮助我们 在我们生命的改变上面 能够有突破 能够成为像保罗一样 这样的一个福音使者 第二点 我们来看福音的中心 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 第二节这里说 这福音是神 从前借众先知 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 是从大魏后裔生的 按圣善的灵说 应从十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福音这个字 福音 以能嘎年这个字 原来不是保罗所发明的字 也不是主耶稣所发明的 在罗马帝国的时代 这是一个早就 广为人知的一个名词 它原来的意义就是好消息 根据公元第一世纪 罗马帝国时代的桂冠诗人 这个维提尔 这个桂冠诗人 他所留下来的文章里面 就知道 当时代所谓的福音 所谓的好消息 就是这个众神之王 宙斯 宙斯为罗马人 建立了一个永恒的罗马帝国 并且宙斯选择了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就是罗马帝国的开国君王 吴大卫 宙斯选择了奥古斯都 成为这个帝国的君主 并且他是作为神的儿子 还有世界的旧主 然后开启一个繁荣的黄金时代 这个就是罗马帝国版本的好消息 然而对于大多数的罗马帝国的百姓来说 这并不是好消息 因为罗马帝国的荣耀 是建立在广大的那些被奴役的人的身上 而这些广大的奴隶 他们没有身份 没有自由 他们从出生到死亡 他们只是为了服务他们的主人而已 所以保罗 他用了这个名词 是一个大家都当时耳熟能详的词汇 可是福音这个字 他给了他新的属灵的意义 这个福音 不是罗马帝国的世俗福音 而是上帝的福音 上帝真的给人预备一个好消息 这个福音的核心就是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世界真正的救助 他来说恢复神与人的关系 并且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这才是真正的好消息 然后从这个经文中我们看见 福音不是一个新奇的东西 不是上帝某一天心血来潮的创作 这里说 在众先知 神使用众先知 你在圣经上预告这件事情 其实旧约圣经里面 有几百处的经文 都和耶稣基督诞生有关系 包括他的出生 他身在哪里 他的容貌 他的受死 他怎么样死 具细名医的 早就预告了 从人的角度来看 耶稣是大卫的后裔 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是的 他有人的身体 他有人的样子 他必须要有个人的身体 因为他要以一人的身份 代替我们上司之家 我们这些罪人 牛羊的血不能够真正的救赎我们 那只不过是一个影子 象征耶稣基督真正的那位戴罪高羊 或许有人会疑惑 上帝为什么不派一个天使 下来为我们上司之架呢 或者是一个天使长 也行 为什么要劳动神的爱子 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这么折腾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 最直接的原因 神的爱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就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神爱世人 这是第一个原因 神爱世人 爱到一个地步 甚至不吝惜把他的独生子都牺牲了 神不是牺牲天使 他是牺牲他的独生子 从这点上面来显出神的爱 超过我们的想象 其实超过我们所配得的爱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乃是天使 其实不够资格替我们上司之架 首先替罪人赎罪 那么这个赎罪记本身呢 必须是圣洁无罪的 天使是无罪的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单单无罪 还不够 原因乃是因为 上帝所颁布的这个律法 和上帝一样都是神圣的 那么只有像上帝 那样等级 那样同等的 神圣的存在 才能够为违反这个神圣律法的这些罪人 来赎罪 天使是被创造出来的 受造之物 所以天使和上帝 不是同一个档次的存在 任何被造的 不可能像成为那位 创造他的那位神一样 那么神圣的存在 所以就算天上 所有的天使 都非常乐意地 为我们上司之架而始 他们的生命也救赎不了 一个罪人的灵魂 不过 让我退一万步来说 如果上帝 今天真的能够让天使 来替 人上司之架的话 我想上帝也绝对不会这样做 因为 他对我们的爱 是不能打折扣 也不会打折扣的 各位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位 非常爱自己的孩子的CEO 当他的孩子要过生日的时候 这位CEO 他亲手写一张 生日卡片给他的孩子 这样的意义 相比于 他叫他的秘书 写一张 生日卡片 虽然是一样的内容 这两张卡片的意义 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他的确可以这样做 但是因为 深爱自己孩子的CEO 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不过让我 再强调一次 天使是不够资格 替人上司之架的 他们如果够资格的话 我想上帝早就如此行了 但是上帝 救赎人类 只有一条路 就是让耶稣基督 来为我们上司之架 这是为了平衡上帝的公义和 慈爱 这两个重要属性的 唯一的一条路 耶稣基督 完全的人 本来是白的人 完全的神 神性与人性的完美合一的救主 他就是这个福音的中心 弟兄弟们 我们既然在座多数人都接受了福音 我们也是福音的使者 那么我个人认为 我们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基督徒 应该要有能力 能够单独面对福音朋友的时候 能够很清楚地 讲解福音信息 这个完整的福音应该包含了 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 这两个大的属性 缺一不可 所以在这个第二大点结束之前 我要再给那些 还没有接受过个人 传福音训练的那些人 一个小小的挑战 就是当你们的教会有开辟 传福音训练班的时候 请你踊跃参加 或者是如果你等不及 你在网上自学也行 不论是福音师律 或者是三元步道法都行 关键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意的心 能够带着这个装备 随时能够为主拯救灵魂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点 福音的结果 顺服 信服 真道 第五节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 并使徒的职份 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 信服 真道 其中也有你们这 蒙昭属 耶稣基督等人 在第五节这里 我们看到保罗 他传福音的对象 不仅是犹太人 而是万国的人 这些外邦人 他说在万国之中 叫人为他的名 信服 真道 公元第一世纪 罗马帝国的时代 对于福音事工 有一个巨大的好处 就是 在帝国之内 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民族 但他们却有一个统一的语言 官方语言是拉丁文 民间通用的是希腊文 这个好处 语言同意的好处 让使徒保罗 不需要学习 许多不同民族的方言 他就能够向不同的民族 来传扬福音 其实对于每一位 接受以基督信仰的外邦信徒 不管他是什么民族 基督信仰对他们来说 其实都是外来的信仰 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 基督信仰对他们来说 不是本族的信仰 那我要提到这一点 乃是因为我想到 许多说中文的同胞们 他们常常觉得 基督信仰是一个 外来的信仰 是一个西方的信仰 所以他们就有排斥感 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 所谓的西方世界 其实有许多不同的民族组成 在两千多年以前 不管你是高卢人 或者是英国 或者是德国日耳曼人 不管是什么民族 在那个时候 基督信仰对他们来说 其实也是外来的信仰 请我们记住 上帝其实不是 单单是属于犹太人的上帝 不单单是属于白人的上帝 上帝是属于全人类的上帝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我们真正的本土信仰 大概就只有道教 其他的信仰 佛教也是外来的 无神论 唯物论 也一样是外来的 所以但愿我们 在面对福音的时候 我们的焦点不再是于 在于这个信仰是外来的 还是本土的 而是让我们把这个焦点 放在这个信仰的内涵里面 让我们从当中看见 有一位爱人的上帝 爱我们的上帝 以至于我们能够被爱所感动 然后欢喜地接受这个福音 接着在这里 第五节这里 我们看到有几个很重要的字 那叫做为他的名 为他的名幸福生道 所以保禄和他的同工们 奋不顾身地存下福音 其实不是为别的 而是为了他的名 也就是为了神的名 我们知道 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 一个人的名 其实是代表了 那个人的本身 其实中国的俗语 也是这么说的 人如其名 所以犹太人的名字 都有它的意义 每个名字 都有特别的 独特的意义 像亚伯拉罕 这个名字的意思 就是万国之父 多国之父 撒拉就是尊贵的妇人 雅各就是抓 约苏亚就是 耶和华是拯救 所以神的名 其实是代表的 就是神的自己 所以这里 我们看到保罗和他的同工 如此努力传扬福音 就是为了使人 为了神 而信服生道 不是为了人 是为了神 人类自从十足亚当下巴犯罪以后 人 就不再以神为中心 而是以自己为中心 人活着都是为了自己 但福音使我们悔改 重新恢复我们和神的关系 所以我们能够为荣耀上帝而活 而不再是为自己而活 所以当一个人 他真的能够为神而活的时候 他才有可能 信服真道 就是保罗第五节这里 末了所说的 信服真道 那福这个字指的是顺服 福指的是顺服 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 是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信服真道 因为他顺服不了 我记得当年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有一位同学 他原来是南湾的一个硅谷的工程师 他的性格也很内向 当时我的这个同学 他以前在读神学之前 他在他们教会里面 是负责关怀施工的 因为他很内向 所以每一次 当他要打电话给新朋友的时候 他总是很胆怯 很为难 很犹豫 他做折腾大概半个小时 他告诉我们说 他打一通电话之前 他要犹豫折腾半个小时 才能够鼓起勇气 拨通那个电话给新朋友 所以这个福士的角色 对于他这个内向的个性来说 实在是太有挑战性了 但是他非常的忠心 最后神也呼召了他 成为一个传道人 他现在是他们教会的牧师 这是一个为神而活的好榜样 今天在这个信息的末了 我要以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个非常著名的军事行动 就是敦克尔克大撤退的历史 来作为今天的结束 我们知道1940年5月下旬的时候 德国的闪电攻击 突然间就让法国 发起了这个攻击之后 法国立刻会部成军 不到20天的时间之内 德军已经很少法国 然后把当时的英法联军 逼到了法国海岸边上一个小城 敦克尔克 那英国不得不执行 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 那这个行动从5月26号开始 一直到6月4号 9天的时间之内 一共撤出了33万8千人的军官兵 40万人中撤出了33万8千多名官兵 这是人类历史上 军事史上规模最大 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撤退行动 这是常常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件军事行动 而这些被撤出来的军队 在四年之后成为反攻诺曼地的那些主力的部队 但是在这个成功的敦克尔克大撤退 这个事件的背后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常常被人忽略 就是在这个军事行动当中 那个负责断后 负责掩护撤退的那个部队 他们其实鞠躬绝尾 因为他们成功地 辞职了德军向海边发动的攻击 为撤退的行动 争取到非常宝贵的时间 这批部队其实隶属于法国 第二轻机械化师 还有第68步兵师的法国士兵 那我在Google上面找了很久 我都找不到当时负责撤退行动的 那个法国军事指挥官的名字 很遗憾 各位想一想 40万的英法联军都挡不住的 德国装甲部队的进攻 现在这个法军指挥官 要用很少的部队要挡在那里 以至于让策略行动可以进行 这是弹劾容易的事情 但是这位指挥官 真的是率领的 很勇敢 率领的部下 完成了一件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 在附上了一万六千人伤亡的败价之后 他成功地坚持到海滩上的英法联军 全部都撤完了 他才率领剩下的三万五千名官兵投降 如果你是当时那位法军指挥官 你会顺服地接下这个最糟糕 最要命的差事呢 留下来断后 就意味着你没有机会上船 离开这里 最后的结局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阵亡 第二个就是投降 而投降之后的命运也是未知的 如果当时这位指挥官 是非常不乐意 甚至在愤怒的情绪之下 不得不接受这个烂差事的话 那么他很有可能在 第一天执行任务的时候 就投降了 用这个投降来作为 像他的长官的报复 可是我们看见这位指挥官 他不仅顺服地接下了这个烂差事 而且还超乎预期地达成任务 其实这位指挥官实在是值得 法国政府 英国政府给他一个大的寻找 亲爱的姐妹们 如果你是这位指挥官 你会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吗 一个你不太喜欢的任务 随着结束第三点之前 我再给大家第三个homework 在你的心中 你有没有感受到上帝 对你的托付 或者是一个感动 但是你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 牺牲太大了 以至于你难以顺服 但是我就愿意 今天这个信息 不但是帮助你 也同样帮助我 能够在凡事上面 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能够为了神的缘故 而顺服 所以让我 能够再重温一下 今天的三个homework 第一个 有什么地方是我的家人 希望在我的身上 看见了好的改变 但是就还没有发生 第二点 如果我还没有能力 能够很完整地 向别人传扬福音的话 我能不能够完成 这个福音的训练 第三个 在我们的心中 是不是能够感受到 上帝对我们的一个托付 或者一个呼召 或者一个感动 但是我顺服不了 求上帝 亲自来帮助我们 不但是能够 很清楚地 已经接受了福音 并且也能够 像使徒保罗一样 成为一个忠心 又称职的福音使者 让我们去低头 来做祷告 慈爱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人的信息 人的言语 是何等的有限 当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恳求圣灵 开始你的信息 求你对我们 每一个人来说话 在我们的心中光照我们 你愿我们能够顺服 你给我们的感动 而且是甘心 不乐意的顺服 以上是我们众人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Amen 好的 那么请让我们一起 起立来唱三一颂 祷告 圣灵 阿们